《奇妙救恩》的第二輯《現在之恩》 《現在之恩》是他的歌詞裏面的第七句 就是一生老徒都靠此恩 黑性困苦艱辛 這個人就是Through many dangers, toils and snares, I have already come 第六點 天主的恩寵帶來遠景 格林多後書第四章17-18 因爲我們這現時輕微的苦難 清份愛無比地給我們造就永遠光榮後報 因爲我們並不注目那看得見的 而指注目那看不見的 看見的是暫時的 看不見的是永遠的 當我們受到考驗在爭執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會問 爲何會發生這些事呢? 最好的答案就是 問回自己 天主透過這些事 想教訓我什麼呢? 天主怎樣透過苦難來培育我們呢? 我們都經歷過很多場的打風 打風的時候 吹到我們整間屋都散了 裏面的傢伙混亂 根本無法繼續居住 這些破壞 可能是 為我們身分來說 就是我們一些疏忽 我們的無知 我們的反叛 我們的罪過 令到我們好像經歷一場大風 吹到我們散了 無家可貴 但是為基督徒來說 風暴是一個沒有損失的議題 他幫我們看到 幫我們認識 天主有能力 幫我們重建家園 所以我們要看遠一點 暫時的破壞 無論是來自我們自己 或者是來自其他原因 一場大風 令到我們失望 但是 依賴天主的力量 我們可以重建一切 第七點 天主的恩寵 令到我們堅持不懈 吉林多後書第四章八至九 我們各方面 受了磨難 他沒有被困住 絕路 他沒有絕望 迫害 他沒有捨棄 打倒 他沒有喪惡 在四種程度之下 我們看到天主怎樣幫我們 第一磨難 但是沒有被困住 磨難 英文是 pressure 意思是 逼到你走投無路 逼你到牆角那裏 聖保禄 就是經歷過 被困在一個很小的監倉裏面 可以說 沒有路可走 但是他竟然可以很開心地 在這裏寫下他的經歷 給我們分享 恩寵 進入這個地方 沒有被困住 這個就是指 雖然我們受到磨難 趕到骨頭路 但是沒有被困住的 絕路 卻沒有絕望 絕路 英文是perplexed 困惑的意思 聖保禄 曾經面對 教會裏面很多問題 不知所粗 但是結果 天主都被他找到適當的答案 去處理一個一個的問題 所以可以說 是絕路 但是沒有絕望 迫害 但是沒有被捨棄 迫害 因為是persecuted 意思是被追殺 很多次 是他的經歷 但是每次 都因著天主的恩寵 他走脫了 出迫害 但是天主沒有捨棄 打倒 但是沒有喪惡 打倒 英文是pounded 就是重擊 一拳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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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洛曾經很多次 人們以為他死了 怎知他又趕回起來 繼續講天主的毒 所以是恩寵 終於帶領他 能夠起身 能夠走到終點 就是永生 最後第八點 跟大家分享的 是天主的恩寵 是使得我們 賺美他 因為他做過一切都是 好叫基督的德能 常在我身上 或者說 為使基督的德能 常在我身上 如果我們細心看看 聖保禄的經歷 我們會找到一些 隱藏的珍珠 他用了三個英文的 dead so dead in order to 中文叫為 為洗度 這三個說話 都來自格蘭多後書 第一句dead so dead 教人都後書第四章第七句 他說我們 是在瓦器中存有的寶貝 為 為什麼呢 為彰顯 那著著的力量 是屬於天主 非屬於我們 所以 天主 把我們 把這個寶貴的恩種 藏在瓦器當中 使得我們在演藥當中 能夠 體會到天主的力量 不是我們的本事 去處理這些問題 第二個dead so dead in order dead 為死 格蘭多後書第四章十一節 他說 的確 我們這些活著的人 事上為耶穌的緣故 被交於死亡 為什麼呢 為使耶穌的生活 也彰顯在我們 有死的肉身上 第三個dead in order dead 格蘭多後書十二章第九句 主對我說 有我的恩種為你就救了 因為我的德能 在燃藥當中 才能夠傳染出來 所以我甘心情願 誇耀我的軟藥 好叫 即是為 在基督的德能 事上 在我身上 將這三句 so dead 為死串 在一起 我們可以說 我們事事要做 我們應該做的事 天主吩咐我們做的事 為什麼呢 第一為使天主的能力 能夠和我們一起 第二個為什麼呢 為耶穌的生命 能夠 彰顯在我們的身上 第三為什麼呢 為天主的能力 能夠事上 和我們一起 還有就是 聖保祿指出 天主做了一道橋 在河上面做了一道橋 在河上面 我們經歷過 困苦艱辛 經歷過危險 經歷過勞累 經歷過很多陷阱 我們很容易失望 但天主說 不用失望 你去看河河的另一邊 我們會看到 在另一邊 雖然好像大霧一樣 但我們要走那邊 因為基督永遠青春的生命 一直會支持我們 帶來我們向前走 什麼 令到我們 看清楚這道橋 是指什麼呢 是指我們的心態 我們生活的心態 我們面對考驗 面對困苦艱辛的心態 是要走向絕路的 但是為我們有信仰的心態 走向一個新的世界 我們會明白到 痛苦艱辛是有目的的 是有希望的 我們開始信任 我們的眼 不會只是看著那些痛苦艱辛 而是我們看著前面的天主 他塑造我們 因著痛苦艱辛 塑造我們成為成熟的人 有智慧的人 有新力量的人 有力量去服務天主 和其他人的人 這些就是不同的地方 Johnnyton 最後要經歷一個很大的考驗 就是他會失去他的太太 這是他信仰上最後的考驗 他跟他太太結婚了22年 他說沒有了太太 就好像一間屋 沒有了家具 空溜溜的 怎麼可以生活在那裏呢 面對這些景象 他的朋友都擔心 如果他太太死了 他怎麼能夠生活在一間 沒有家具的屋裏面呢 沒有帶在他身邊 他怎麼可以繼續生存呢 基督徒 就要面對這些磨難 但是磨難 不會困住他的 面對絕路 但是不是絕望的 這些就是靈修上的成熟 終於 他要帶領他的太太 進入墳墓那裏 但是當他太太出病的時候 他是異常工作 繼續他應該做的工作 第二天他去探教友 他在喪禮當中講道 你說太太死了 他是沒有傷心呢 當然是 他是很傷心 但是他知道 他要信任天主 天主會給他力量 所以他繼續面對沒有了太太 怎麼繼續生活 怎麼繼續天主要他做的工作 他也都體現到 依時以後 天主的恩寵跟著來 痛苦艱辛繼續升級 天主的能力也都繼續升級 天主對我們的應許都是一樣 我們不知道 將來要面對什麼的艱難 但是天主的應許一定會實現 John Newton 經歷要走那條橋 他看到這條橋能夠承擔他的重量 因為天主的力量是無限的 天主對我們都一樣 他不會令到我們失望 所以我們應該說 一生老套 都求此恩 黑盛困苦艱辛 John Newton 做得到 我們都做得到 讓我們透過這些歌詞 堅強自己 繼續走我們的路 人主要是要來做它的 感恩 設計 技能 剛才